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只能与你搅守同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者好生 二者有所发言 人皆幸福 三者储众无畏 四者天人爱护 五者聚足为世 六者为世众生皆爱情妇 七者常得清净诸佛菩萨 八者举大福报 九者命中升天 十者肃正涅槃 世民里佛塔庙得十种功德 若有众生恭敬和掌 得十种功德 一者得圣福报 二者生于上足 三者得圣描色 四者得圣描身 五者得圣描感 六者得圣描变 七者得圣描信 八者得圣描戒 九者得圣描多文 十者得圣描志 世民恭敬和掌 得十种功德 我们要离拜佛西 要离拜不是我要离拜 我戳到六多的众生离拜 离拜看到佛 大家就有法解脱 你们这样想 当愿一切友情入涅盘城 我要出气一阵 哎呀 我现在有个火星出来 众生大家都解脱神仙 好像为便宜以后出来 当愿一切友情出离生死 所以各位这个你一定要修 因为我们人的心 特别各位是在家人 每天老公 母 儿子 子女 打扁 整天都在烦恼 不知道要怎么办 白条的 所以你就要专念专念 我们的念头都是在菩提心 所以所谓十波罗密 讲的就是菩提心 记得你发菩提心 你都要想好的 想好的 这人做不好的事 拔刀了好 涅装消毒了 共进 有十功德 何等为十 一 贵族广大 二 妙色广大 三 形象广大 四 四世广大 五 真才广大 六 美名广大 七 性根广大 八 意念广大 九 智慧广大 十 意业广大 如是 长者 若父友人合掌 恭敬如来之塔 获此功德 佛陀神说 任何看见佛塔的人 或在周围听到灵声 或受到佛塔风吹过来的人 都会得到解脱 在佛的三身 法身 八身 化身之中 佛塔是代表法身佛 苏佛陀义的努力心的功德 所以丁碧和绕塔 就是离近佛陀 也是累积福德质量的方便法门 所以佛经上有一个记载 有一只苍蝇为了追逐粪便的臭味 无意中飞行绕了佛塔一圈 因为这无心中照下的 佛塔的扇形 他后来来世中 他就转至人间 并且出嫁成为佛陀的弟子 所以佛塔的特点是什么 就算你无心闹没权 也得到功德 所以 过去还有一只狗 追逐 被狗追逐的一只猪 无意中也跑到射利塔 躲避的过程 身体不小心插到 就碰到佛塔而已 一生姻缘 这一只猪来世身作为一个国王 因此佛塔具有广大的利益 等下就碰一下佛塔 我们的习惯因为要练足手 你碰一下佛塔 或者佛的 不要直接破佛的脚 就是研花座 研花座 碰一下 研花座下面那个台也可以 就碰一下 所以经典有一个故事 有一只猪啊 被养啊 不知道到哪里抓啊 看到佛塔就刷刷刷 佛陀实在有一位大功德主 供养佛陀很多钱 人家问他说 佛陀啊 为什么这个大功德主 供养这么多钱 佛陀说 等他中了我才讲 他再也不能讲了 过去是一只猪啊 因为在那边插背 对对 现在成为一个功德主啊 所以不能在他面前讲了 那就是佛塔的功德 若附有人与如来塔合掌礼拜 获使功德 何等为时 一言辞柔软 二智慧操群 三 人天欢喜 四 福德广大 五 弦善统居 六 尊贵自在 七 横直诸佛 八 清净菩萨 九 命中升天 十 肃正元吉 如是功德 礼拜 火塔 霍如斯报 所以佛界里面说到 照塔 绕塔 顶礼塔 顶礼佛 甚至只见到佛塔 或被他依影症 接触到的身体的众生 能够得到18种很大的利益 所以各位你的身体一直去供养 绕佛塔 你的身体变佛塔 要了解吗 所以 人天看到你这个身体就想要供养你 因为他想要得到宫德 二时 世尊以祭达曰 又绕于佛塔 所得诸功德 我今说少分 如等显善听 一切诸天龙 夜叉鬼神的 皆清净贡养 私游又绕塔 再在所生处 远离于霸难 长身无难处 私游又绕塔 于一切生处 念慧常无师 剧足妙色相 私游又绕塔 私游又绕塔 驻来天人中 长身最尊胜 清净 总性中 私游又绕塔 仪帽常端正 富贵多财宝 恒时大缝衣 私游又绕塔 财宝常迎击 而无坚定心 勇猛广惠师 私游又绕塔 色相静明妙 见者皆新阳 所住长安乐 私游又绕塔 或为刀帝王 妻子西巨族 威势力自在 私游又绕塔 或作佛罗门 持戒善通达 咒术为妥点 私游又绕塔 或作大张者 豪贵多财产 仓宁长丰族 私游又绕塔 私游又绕塔 或作镇法王 自在王延福 帅徒显规画 私游又绕塔 或为巨漆宝 大势转轮王 实善欲群生 私游又绕塔 从此升天上 常有大威德 尽兴于佛法 私游又绕塔 尽兴素成意 与法无迷惑 建筑形结空 私游又绕塔 从天上舍命 下身云人中 入胎不迷乱 私游又绕塔 在于母胎中 购惠所不染 如镜磨泥珠 私游又绕塔 在胎即生时 内母常安乐 淫乳亦复燃 私游又绕塔 父母及亲戚 一切共举养 如母常不离 私游又绕塔 眷属皆爱念 超过于父母 资财自征兆 私游又绕塔 夜叉诸恶会 不能占经步 所须自然得 私游又绕塔 金鱼百千节 其身转清静 妙色向尘脉 私游又绕塔 静眼修且挂 犹如青点花 兼得静天眼 私游又绕塔 妙色长圆满 朱相自庄严 陈旧大势力 私游又绕塔 获生地势宫 大威势自在 刀利天宗尊 私游又绕塔 获生虚业魔 兜率驮天宫 画乐吉他画 私游又绕塔 获父生饭天 饭是最自在 朱天常供养 私游又绕塔 一挪由他结 常为朱制人 恭敬而供养 私游又绕塔 其身及衣服 一节常无垢 具足白净法 私游又绕塔 具大精进地 勤修种种形 未尝有脾屑 私游又绕塔 勇猛长精进 兼顾不可坏 所作素成就 私游又绕塔 声缘为妙音 文者皆欢喜 安乐常无病 私游又绕塔 如我所演说 艳舍三有苦 成就初世之 私游又绕塔 常在四面处 即以四正情 四如一神竹 私游又绕塔 表达四真谛 根力七绝分 正道即胜过 私游又绕塔 灭一切热 灭一切热闹 具足大规德 无漏六神通 私游又绕灭 私游又绕塔 私游又绕塔 永离贪成痴 即一切障碍 正读绝绝 正读绝菩提 私游又绕塔 得妙子金色 得妙子金色 向好庄严生 现作天人师 私游又绕塔 接游又绕余绝 接游又绕佛塔 即与夜再探 又绕余佛塔 获持大礼仪 又绕诸佛塔 所得诸功德 我经随所闻 略说巨能尽 我们念绕塔计跟重 刚刚有很多人绕塔 所以这边有两个塔 一个是我们放在这边 暂时的塔 一个是永远的 在欺如来塔 修行就是这样的 累了 起来进行绕塔 困了起来拜拜佛 坐下来深入京葬 禅修思维佛法 所以呢 行住坐卧 都不离开佛法的修行 养成这种习惯 要讲话 不离开佛法的语言 讲的就是 如佛的真实语 柔软语 劝人家念佛 行善各种的很好的语言 所以思想的时候 不要有妄念 贪嗔之慢于分别 都是虚妄的苦的 所以思维的时候 思维空性 思维众生苦 思维如何成佛 思维精脏的意义 所以身口意 养成习惯 都不离开三宝的加持 这个最重要了 所以佛教呢 用了各种的方法 要我们绕佛 拜佛 诵经 念经 持咒 观想 目的呢 是愿我们大家都不离开 三宝的加持 保持正念正知 我们绕塔的时候 从进入了佛陀的思维 从下世道 中世道 到上世道 从入三归一 五界十三 发出离心 大悲心 安住空性 实践波罗蜜 到成佛 这样子来修行 入一切智 绕塔的时候 代表佛陀三生成就 也代表道的次第 也代表众生脱离轮回苦 当愿众生都在绕塔一样 不管开车啊 走路啊 行驻坐卧 还有一个绕塔座 我们大家也领下来 南无宝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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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经典的绕塔 有各种各种 无量无边的功德 然后呢 绕的时候 你要不要一直做观想 第一圈 第二圈 我们也领下来 第一圈 为地狱到众生而绕 并回向给地狱到众生 第二圈 为恶鬼到众生而绕 并回向给恶鬼到众生 第三圈 为畜生到众生而绕 并回向给畜生到众生 第四圈 为人到众生而绕 并回向给人到众生 第五圈 为天到众生而绕 并回向给天到众生 第六圈 为阿修罗到众生而绕 并回向给阿修罗到众生 第七圈 为教法长久住世而绕 并回向给上师 圣者传承主 来 第八圈 为县世父母 为县世父母 六亲眷属 长寿无病 为妻世父母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而绕 愿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意思是说您可以自己不断地这样發愿 不断地这样发愿 为他们来绕佛 所以每绕一圈 那念一遍这个 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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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让人家说哈 那等于多绕一圈遍的意思 所以绕塔也是在上供下施 那简单的说 但在大乘佛教所有的修行都不离开 念下上供三宝 下施有情的菩提心 人等百千金 持用行不施 不如依善心 恭敬礼佛塔 人而好贵 国王长者 从礼佛 是三宝中来 如果你希望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高官选要 多礼拜佛塔佛像佛经 多礼拜修行人有道德的人 那礼敬三宝 因为三宝是最尊贵的 反作用力 被尊敬高官选要 你要做有影响力的人做官 要如此 要如此 祢是最尊敬高官选要 要如此 请佛祢是最尊敬高官选要求 神的事 祢是最尊敬高官选要求 祢是最尊敬高官选要求 佛 希望大家多训细 多训细 佛教里面听一次 听两次 听三次 不够的 不但听 还要思维 更重要的应用 甘玛巴尊者最强调的 活法要应用在日常生活 应用到现实的生命 最重要 愿大家也多念甘玛巴前 多听闻甘玛巴的法教 阿弥陀佛 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点是嘉义生命讲堂 举办嘉义东石外散鼎舟 出海护生 祭头龙王宝平一日游 恭请战时法师领咒 日期12月30号星期六 上午8点 于嘉义生命讲堂出发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上午7点半 于嘉义火车站 嘉义中心备有接驳车 与参加者 敬请事先来电登记 一例安排 生命点是新竹中心 竹北中心联合举办八冠灾戒 恭送地藏经 典万灯 供万水 药供 护生 即慈悲诗诗法会 恭请占有法师主法 日期12月31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 中浦黎明活动中心 地址 新竹市香山区中华路四段 226向5号 点灯电话 03-533-7368 03-657-0385 中二十山区 华北海 在我洋洋 替他倒是法 大水长流亚 几十手拥抱 我妈妈的你 自问的耶稣 自问的耶稣 大北海荒洋 替他倒是法 我妈妈这里 自问 大水长流亚 和你所谎 几十手 永恒 永恒 我妈妈的你 自问的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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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感谢各位菩萨 护持生命电视台 感谢光大山心 护持生命大道场 愿大家赴回增长 注释几生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佛教动画系列 自尽报恩的老牛 在一个村子里 有一位姓陈的土户 他八岁杀鸡 十三岁杀猪 十五岁就能一个人载牛 虽然他杀生无数 但是心肠却不坏 经常帮助那些 家里困难的相亲 张大使 你孙子不是生病了吗 这些肉 你拿回去煮了给他吃 这样营养比较足够 病也会好得快一些 真是太感谢你了 陈屠户 你真是太照顾我们家了 别这么客气了 我们都是邻居的 还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 陈屠户 你的猪肉就这么白白送出去 能赚到钱吗 张大使 一个人拉拔孙子 生活不容易啊 不就是一块肉吗 能值多少钱 我们村里 谁不知道陈屠户啊 他虽然杀生卖肉 可是却也心肠善良 陈屠户 我听说你最近学佛了吗 没错 我最近是有在学习佛法的 你学佛了 我从来没听说 屠户有人信佛的 这是史上头一遭呢 是啊 很少有干我这一行 学佛的 不过自从我遇到了一位 学佛的师兄后 便开始信佛了 那位师兄告诉我说 因为我从小就杀生 双手血腥味太重 造的孽也重 所以今生注定无期无子 孤独终老 既然你学佛了 那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杀生的行业呢 我除了杀猪宰羊 也不会做别的了 无期无子 孤独终老的结束 我已经接受了 所以我现在一边杀猪一边行善 善恶相敌 我这么过一辈子也就知足了 啊 哎 陈屠户今天这是怎么了 口中念念有词 不知道在念什么 你还不知道啊 陈屠户他信佛了 信佛 信佛了还跟着杀生的行业 是啊 毕竟杀生了那么多年 他一时也改不过来 不过 现在每次杀生前 他都会对即将宰杀的动物 进行回向的 哎 这个陈屠户还真是个怪人呢 这一天 陈屠户被邀请去一户人家宰牛 刘大叔 这头牛 他为你们家 耕田拉车了那么多年 你怎么忍心将他杀掉啊 要是他还能耕田拉车 我怎么会舍得将他杀掉来吃呢 这头牛老了 干不了活了 所以才请你来杀了他 那好吧 老牛啊 你不要怪我 也别怪你的主人 希望你下辈子投胎 当个有钱人 陈屠户 你怎么哭起来了 赶快把他给杀了吧 不 我不能杀他 啊 你为什么不能杀他 这头老牛 在求我放过他呢 他求你放过他 牛又不会说话 他怎么求你呢 他的眼睛会说话 我看到了 这头牛还是不要杀了吧 怎么能不杀 他现在这个样子又不能干活了 养着也是浪费草料 这头牛 这头牛我是杀定了 别杀他了 就当是积德行善吧 你是个屠户 竟然还说什么积德行善 这是我的牛 我今天杀定他了 你不杀 我就请别人杀 啊 这样吧 你把这头牛 卖给我吧 什么 你要买下他 陈屠户 这头牛已经老了 不能干活了 而且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你买下他 要做什么呢 这头牛 太可怜了 他不应该被杀死 就算死 也要让他自己老死才好啊 啊 就这样 陈屠户将这头牛买了下来 陈屠户可真是善良啊 出去宰牛不成 竟然还出钱将他买了回来 这哪里是善良 风鸣是傻嘛 哪那么多钱买一头老牛有什么用呢 话可不能这样说啊 你看 陈屠户把这头牛 喂得越来越健壮了 像他这么好心 一定会得到好报答 说不定 这头牛会感恩报答他呢 是吗 这头牛已经老了 他已经不能出力干活了 我倒要看看 这头老牛怎么报答他 老伙计啊 我们该回家了 陈屠户 你这头牛可真通人性啊 是啊 他真的非常懂事 我这辈子杀生那么多 身上的罪业太重了 不过 我想我救下了这头牛 一定会多少弥补我身上的罪业 嗯 一定会的 哈哈哈哈 陈屠户他怎么了 他好像得了什么重病 哎 可怜的陈屠户 他无儿无女 只有一个远嫁的姐姐 他这一病 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是啊 他家里只有那头老牛 你不是说 那头老牛会报恩吗 难道这头老牛 还能照顾他不成 陈屠户的病非常严重 他远嫁在外的姐姐 将他所有的存款都花光了 可是 依旧不够 唉 对不起了 老牛 我知道我弟弟最喜欢你了 可是他现在 病得非常严重 需要很多钱治病 没有办法 我只能将你卖掉 换钱来救他了 阿娟 就是这头牛要卖吗 是啊 就是这头牛 哎呀 这头牛已经很老了 他值不了多少钱呢 求求你 给的价格高一些吧 我弟弟等着钱治病呢 他太老了 不值钱 我出高价的话 可就赔钱了 哎呀 这头牛这是怎么了 哎呀 他跑了 快 大家帮忙来追牛 快拦住他 天啊 这头牛不会是疯了吧 他死了 哎 一头死牛 那就更不值钱了 怎么会这样啊 这头老牛 真是太没人性了 枉费成毒狐 那么好心对他 如今主人有难 他帮不上忙不说 还自己撞树死掉了 既然他已经死了 那就请人将他的肉 割了卖掉吧 这样好歹还能卖一些钱 嗯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你看 这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牛黄啊 天哪 这真的是牛黄啊 还这么多 那是非常值钱啊 现在看来 这头老牛自杀 是为了救陈屠户啊 是啊 他是在报恩 我们刚刚是错怪他了 谢谢你 老牛 谢谢你 我弟弟他这下子又救了 转眼间 过了一些 过了一些时日了 人啊 还是万物为善 天地皆灵啊 老火箭 我来看你了 豹子 猎人和母鹿 老猎人和母鹿 老猎手丁磊 闯荡山林四十多年 打死过豹子 野猪 鹿 无数 他最擅长的 就是打鹿 每回狩猎 鹿都逃不出 他的手掌轻 这只鹿 还不小呢 丁磊 你真厉害 又打中了一头鹿 是啊 丁磊不亏是鹿的克星 这几天 你打到多少只鹿呢 哈哈哈哈 不多的 总共五只而已 啊 这样还说不多 我连一只都没有打到呢 你真是神枪手 哎呀 没有了 我只是运气好了 这一天 丁磊又进山林里狩猎 他在山谷里的一个水塘边 发现了一头母鹿 他肚子圆滚滚 似乎里面 有孕育个小生命 即将到来 真幸运 竟然是一只怀孕的母鹿 哈哈哈哈 若是杀了他 然后取出鹿胎 熬成鹿胎胶 这样就可以大赚一笔呢 这头母鹿的嗅觉和听觉 十分灵敏 他一下子 闻到了人的气味 和火药的味道 于是转身就跑 这让丁磊一枪击空 丁磊想重新装火药 已来不及了 他见母鹿想逃跑 于是一下子 将枪朝他丢了过去 母鹿惨叫一声 右腿被砸伤了 倒在地上 哈哈哈哈 打中了 这头母鹿是我的了 哎呀 你还想跑啊 母鹿因为腿上受了伤 很快就被丁磊追上了 我看你还能跑到哪里 抓到了 怎么样 你还跑得了吗 丁磊忍着剧痛 挣扎着坐了起来后 发现这竟然是一个补像的陷阱 这种陷阱非常深 就是大象掉进来 也很难爬出去的 真糟糕 这是一个补像的陷阱 掉进这样的陷阱 要怎么办才好呢 必须赶紧想个办法 出去才行 突然 丁磊发现母鹿背后的草叶间 正握着一只饥饿的豹 看样子 他掉进这个陷阱里 起码有几天了 丁磊赶紧去摸腰里的匕首 可是匕首不见了 啊 匕首怎么不见了 糟糕 一定是在追扑母鹿的时候 给掉了 此时 母鹿临时跪下来 丁磊被母鹿的举动震惊了 他和豹都是母鹿的死敌 面对豹的一步步逼近 通人性的母鹿 竟会趴倒在自己面前求生 别怕 有我呢 现在这只豹 饿得没多大力气了 要趁他饥饿乏力的时候 和他拼个死活 否则 等他吃掉母鹿有了力气 那可就糟了 突然 豹凶猛地跳起来 呼向丁磊 两只爪子压在他肩上 恶狠狠地张开嘴 而丁磊 急忙右手 死死地掐住豹的脖子 扭打在了一起 渐渐地 渐渐地丁磊有些体力不支 那只豹将他压在身下 尖利的豹牙就要触到他的喉咙 想不到饿了这么多天了 这只豹的力气还这么大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母鹿朝着豹 使劲地咬了一口 豹感受到非常痛 于是就放开了丁磊 丁磊趁机爬起来 按住豹头 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 豹不停地挣扎着 并用爪子狠狠地撕扯着丁磊的胸口 丁磊身上被抓得血痕累累 这时母鹿一口咬住豹的爪子 任凭他怎么挣扎 就是紧咬不放 渐渐地豹嘴角抽搐 吐着白沫瘫软了 朋友松口吧 豹已经瘫软了 母鹿抬起恐惧的眼光 松了口 最重要的是 要想个办法从这里出去才行啊 他俩在陷阱里待了一天一夜后 母鹿生产了 生下了一头小鹿 哎 这头母鹿好长时间没吃饭了 哪里有奶水喂小鹿啊 如果再不想办法出去的话 我们可都是会死在这里的 就在这个时候 母鹿把小鹿带到了丁磊的面前 在他脚上吻了吻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这是要将他托付给我吗 可是我自己也出不去这个陷阱了 母鹿听后咬着丁磊的裤管 把他引到陷阱东面的土壁下 但是距离陷阱底部还是很高 太高了 我是没办法爬上去的 突然 母鹿扑通一声跪下来 像一块垫脚石 他要丁磊踩着他背脊爬上去 丁磊愣了一下 然后抱着小鹿踩在了母鹿的背上 母鹿猛的一力 阳天长笑一声 顶着丁磊站了起来 终于丁磊爬出了陷阱 你等着 我马上叫人来救你 母鹿死了 他用自己最后一口气 救了自己的孩子 也救了丁磊 从那以后 丁磊不再打猎了 他精心喂养小鹿 并给他取了一个动人的名字 叫赵光 就是鹿王子的意思 丁磊在家养好了伤 就带着赵光 到附近的一个养路场 工作去了 大家阿弥陀佛 海涛要在这边 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 所有护持 生命电视台 中华护生协会 为什么 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在抢救 各种的有情生命 牛也好 鱼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因为所有的生命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 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 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生生时世 不间断地保护 救护 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明 中华护生协会 生命电视中立中心 举办八关灾戒 点灯 供水 佛前大拱 护生 祭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占用法师主法 日期 12月30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 地点中立中心 地址 桃源市中立区环北路 四百号十五楼之一 联络电话 03-422-8806 03-422-8806 上午七点半至八点半 于中立火车站前站 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 嘉义生命讲堂 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灿 布萨诵诫 即礼拜八十八佛法会 恭请占实法师领众 日期 12月31号星期日 上午九点礼拜慈悲三昧水灿 晚上七点 布萨诵诫 即礼拜八十八佛 地点 嘉义生命讲堂 地址 嘉义市民权路四百二十二号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上午八点 于嘉义车站 嘉义中心备有接驳车 敬请事先来电登记 一例安排 这是佛陀的心愿 这是佛陀的心愿 只要不断弘扬阳佛法 就会有那么一天 不在乎需要多少年 无畏惧路途多遥远 只要佛法伤在人间 世界有一天会改变 各位在水米里面有七坑米 七代表无量无边 又有水 平常你要做我这样也可以 面饭粥 又加一点一盏灯 各位点在后面 点了灯有什么好处 晚上点灯 供佛回向给孤魂野鬼 这些孤魂野鬼就会脱离黑暗 而且不再孤独 他马上可以看到 他最亲爱的儿子子孙太慈悲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生生世世 没有爱别离苦 没有孤独的苦 晚上多点灯供佛 回向给众生 你生生世世没有孤独爱别离苦 而且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点了灯给他念阿弥陀佛 愿众生都透过这盏灯 看到极乐世界超度了 所以佛说灌顶经 家里有人往生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点灯 四十九盏 一往生就帮他点四十九盏 然后点香 然后四十九盏灯 他就快速消业障 快速往生进 所以点灯力量很大 有人生病 你儿子要考试 也要为他点灯 消灾 祈愿 所以点灯 但是点灯要点好灯 不要点那个蜡烛灯 昏的 佛祖都蜜蜜蜜 你们这边有棕榈油 这边有树油 植物油都好 干嘛点那个化学颜料 所以各位点香 点灯 价钱贵便宜 不重要 东西要干净 不要有化学颜料 有些香一点 人都晕头 不要说神 所以要调查调查 不要有化学颜料 特别灯 输油灯 麻油灯 棕榈油灯 都可以 就是不要蜡烛 所以 因为好像很方便 但是事实上 没什么功德 还照业 说明事实上 帮助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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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盖 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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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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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